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泰国的海岛旅游业已经很成熟 不过仍然有不少相对小众的岛屿可供开发 今天分享一座位于被称为要爱岛 Koyalaii上的小众半岛 Koyalaii坐落在安达曼海波光淋淋的蓝色海水中 位于甲米和普吉岛之间 不同于甲米和普吉岛这两个热门目的地 这座岛屿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 没有受到大众旅游业的破坏 因此也经常被称为该地区最后一个 没有过度开发的岛屿之一 岛上有许多田园师般的海滩 虽然可能没有普吉岛或皮皮岛那么有名 但这里拥有其独特的静谧环境和轻松氛围 你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 亦或是偶尔乘船到皮皮岛或安达曼海的其他岛屿进行一日游 在岛屿的东北海岸 有一片由一个甲角和一个独特的天然沙洲 组成的双面海滨半岛 占地约189公顷 陆地两边都是海 左边是1.5公里的海滩 右边是2公里的海滩 中间的天然沙洲则蜿蜒100多米进入海洋 并在海洋中弯曲形成美丽的图案 这片未被破坏的海滩背后覆盖着数百棵椰子树 支持着本地动物的多样化生态系统 这里的海景足以与泰国其他地方相媲美 但其发展更注重生态性和可持续性 Koyoyai岛上除了渔业和橡胶种植 这两大岛上的主要经济活动外 你也可以看到少量的水稻种植和一些棕榈 椰子和其他水果种植园 这里的游客并不多 因此你有机会在几乎没有游客的情况下 享受独属于你的海滩美景 岛上独特的景观也曾吸引几部电影和广告的剧组前来拍摄 这座半岛已经有基础的电力和供水系统 可以支持进一步的建设 这里非常适合开发建造成豪华别墅或是生态度假村 位于Koyoyai上的这座私人半岛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约为375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下期见